我是Kiki Kiki & Me 隨意去飛 我們今集就講一講成田機場周邊有什麼好玩 東京有分為成田機場和羽田機場 羽田機場就來市區最近 成田機場雖然來東京市區比較遠 但其實附近有個叫成田市的地方 都有一些地方可以逛逛 我們今集會去和大家一起逛逛 它也會有很出名的鰻魚飯 有很多不同的寺廟 有條古街 成田機場可能很遲才要check in 很早去成田機場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這樣玩 成田機場附近都有一個外套 但我們今集就不拍外套 稍後再拍 好了,我們來自聽今集的內容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CLS Connect和Share 新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開啟鐘仔唱才看 今次全片都會用Sony的常機拍攝 試用最新的ZV-E10 II 這部是Vlog的慢用機 機仔細細,很輕巧 只有292g 但功能性很強勁 先跟大家分享我的Creative Note Function 有10種預設的色彩類鏡 另外有8種自訂設定 一粒按鈕可以拍出獨特的色調 提升相片的質感 現在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怎樣設定 拍片和拍照的時間都會用到 很簡單按一粒按鈕 就可以很容易轉到不同的模式 有一些色彩會比較淡 有一些會比較鮮艷 以我們個人為例 想盡量的顏色都會貼近肉眼看到 比較常用會是平常的設定 陰影是沒有那麼黑的 所以我自己是會減三 其實很容易讓你自己設定 你自己最想要的顏色 那我們就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平常拍片的設定 其實有些顏色我的感覺 是會有些淺菲林的顏色 在不同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回不同的設定 不過我們一直都會放我們今天的照片 給大家看看 就有不同的設定 其實你會很明顯看到它的氛圍 真的完全不同的 有時候大家買相機都會追求那個顏色 而且我們今次的東西全部都是直出的 即是它不會有任何的修改 顏色上其實都做得不錯 在日本的時候 你特別想用Phylm機來拍 而它帶出那個氛圍感 例如去一些寺廟或者古街 這些的色調都很適合 例如我們拍攝食物的時候 就會想顏色的鮮艷 它就可以令到它看起來吸引一點 其實很看你個人喜好 只不過如果你用這部相機 我覺得它最好就是它可以很輕 而且你其實好像我這樣 我單手拿 其實完全是覺得好像拿著一部手機 那麼輕 有這種感覺 而且它的手柄其實挺好 2600萬像素 再加上Balance XR影像處理引擎 可以拍到高達60p的4K片段 還有10bit 422 現在比較流行的打直片 這部機器都有特別的直向格式 還有全身垂直觸控顯示 輕鬆拍攝到任何社交媒體的格式 也有升速的油膚效果 呈現完美的膚質 還有加強Active Image Stabilization 走路影都很穩定 今代還要用了大電 電量特別多 不用經常都要換電 立即戴上這部機器 去採用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就在品川出發 來到成田站 其實東京有兩個機場 在市區過來 成田大概都要一個小時 而雨田當然是比較近一些 而我們今集的半日遊 就是針對回來成田機場的朋友仔 去參考一下 這裡有什麼好行好食 而成田機場來這裡 大概是十分鐘的車程 如果大家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很適合過來逛逛 或者發掘多個新地方 我們就擁抱這個鹽下 今天是35度 哇 在日本的夏天 出門口都很需要勇氣 成田站附近 最出名就是一條老街 是比較發達的商店街 裡面可以吃鰻魚飯 還有一些寺廟可以看看 站來的商店街的步行距離是十分鐘 唱一段時間 唱一段時間 就算是一段時間 唱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準備去逛逛 轉過彎就到老街 比想像中多人 沿途有很多手信店 還有一些餐廳 餐廳的種類 有些是壽司 有些是西餐 有些是鰻魚飯 或者是小食等等 我們一路走 都經過了幾間鰻魚飯店 但都未見到我們那一間 已經很餓了 其實這條表纏道 有很多這些動物石 後來我發現了 它是十二生肖 我們由一開始 第一就是由後 然後我們已經走到羊 加上除了日本 本地人來這裡逛逛 也有很多遊客 而且是牽著行李 很佩服他們 不過我建議大家 可能只能放行李 在基礎 或者放在一個站的鎖 一邊走一邊看 其實牽著行李 也是很不方便的 一邊走一邊 轉過彎之後 這條路是一條向下的斜路 有些像京都清水寺的街 遠一點都有座塔 這條街 也是散發著 古式古香的氣氛 但最重要的是 它跟京都比人流少很多 走得舒服很多很多 不過中間是車路 所以大家走過來小心一點 周圍都有很多鰻魚的logo 而我們也看到我們那間鰻魚飯店 好安靜 我看到門口已經很多人 馬上拿位 我們熱吃的鰻魚飯店 叫做川峰 也是這裡的名店 外面是川級多人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位 要等一個半小時 可以先拿了這張票 好熱 現在才叫到235號 還是291號 要等五十多六十張桌 對面的觀光館 比較有遮蓋來通風 真是熱得濕 看看附近有沒有什麼小食 或者冰 水 喝一下 那一張票之後 它有個QR code 這裡可以看到 還有幾張桌子在等 走過旁邊 這間門口可以賣雪糕吃 不行 我真的一定要吃冬的 不過我對它的雪糕要興趣一點 剛才我們吃了這個雪糕 很特別 它不是很滑身 或者是牛奶味的雪糕 又是重豆味的雪糕 而且它是結韜韜的 我應該叫多了 我自己獨吃了兩杯 幸好天氣夠熱 而且很餓 完全吃得了 沒問題 待會來說挺特別的 我們已經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鐘 還有十幾個號碼 就到我們了 我們大概等了一個小時 十分鐘就來到這裡 這間可以說是成田中最有名吃鰻魚的店 它是有分店的 但是這間就是本店 它是比較古式古香的建築 它有分兩層 第一層就是不用脫鞋 第二層好像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就是在傘咪的位置 要脫鞋 其實就看著成田這條老街 很漂亮很漂亮 我覺得好像轉換了以前的年代 這間店也是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吃鰻魚是一個日本來說比較貴的一餐 譬如我們這餐 我覺得以吃鰻魚來說算是便宜的 它有分三個不同的尺寸 就是2900日圓 3900日圓 和5600日圓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鰻魚的份量 我們就叫了中尺寸 3900日圓 就是一條的鰻魚 我們上來 我都喝不住 立即就叫了一杯啤酒 因為今天天氣是34度 非常熱 它這間就是主打即湯 即蒸即燒 其實在一樓地下已經看到它們 差不多十位師傅在下面 一邊在湯的鰻魚 一邊蒸一邊燒 都要等15至20分鐘 因為它是很受歡迎 6點是關門的 但它一直都要排隊 就知道這間在日本人心目中 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出名的名店 我真的超級無敵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一條鰻魚的尺寸 這個份量是3900日圓 因為它這裏的鰻魚 其實全部都是先蒸後燒的 那你下面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剛剛兩時已經吃完這個鰻魚飯 其實它的份量幾多 對我來說其實已經夠飽了 它鰻魚就不是完全鋪滿了 鰻魚是比較細小小的 有些鰻魚泡是完全會蓋過 但這一家就不是了 它不是焦脆類型的一種 它是有焦香 但它吃下去是有少許芽芽糖 黏黏的黏牙的口感 鰻魚骨很明顯 而且有多少鰻魚鰻 要吃得很小心 一開始我會覺得醬汁是比較淡 但越吃它味道就越重 我一開始覺得第一口 好像普普通通 要排這麼久 有些不值得 但我吃一吃就覺得 越吃越好吃 那些鰻魚的質感 它不是那種很軟 軟得像蒸魚棉花的口感 而是它是有魚肉的質感 它不是只是軟 我個人也挺喜歡的 同時加上醬汁和飯吃下去 完全是更好吃 我覺得這一家就不會吃到 最後覺得很利 有些鰻魚重 就會覺得吃完之後很鹹 很膩 但這隻它那種油脂感 可能不算很重的鰻魚 所以吃下去不會有很油膩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份量很適合 你不會覺得吃完之後很辛苦 你會頂著胃 最後的結論就是 如果你看到要排一個鐘頭隊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能拿完醜之後 你可以直接去 等會去的景點 然後再回來再排隊 這樣會好一點 你就不需要在門口等 你去見到它寫40分鐘 其實大部分我想都要等一個小時 吃完鰻魚飯之後 下一個行程 就是這條街的最後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新聖寺 這個寺廟在每年新年 超過幾百萬人來朝聖 這條街會濕滿人 居水馬龍 在新年來說是非常厲害的寺廟 我們去看看 還有附近的首相店 比較多是買一些調味或是植物 他們真的很流行吃一碗白飯 加一些植物或調味料 然後加一個生蛋就吃了 多難得見到這條街這麼長 還有這麼懷舊 比較多的話可能是穿越 但沒想到成田會有一條這樣的街 它有這個注意牌真的很好 因為這些樓梯級 我真的看到多大級和多斜 不說那麼多 先衝上去 我們走到大概50級樓梯之後 就上到新聖寺了 這個店整個佈局是由夏而上的 經過它的門口 之後樓梯有一些庭園 之後再上回來就見到它的主店 即是它的本店 有什麼好多人在參拜 或者買御守等等 這個店已經有過千年歷史了 在成田甚至東京來說是一個很出名的寺廟 我們走完這個寺了 其實這裡有得再上高一點 可以看回成田市的風景 今天其實很熱的 但這裡其實挺舒服、挺凶狂 即是有些風吹一下 我覺得是挺好走 而且其實也挺多人過來參拜 不過怎樣都不夠它新年的時候 這麼誇張 大家可以看回這段影片 就看到它好像我們香港 黃大仙要搶頭鑄香的感覺 整班人排隊 打了蛇餅 很長龍 因為大家新年就想馬上過來 可能東京的人都會特地過來這一邊 這個廟的歷史有千年 但其實它維修保養得很好 完全不是很古舊 或者是很破舊 在神社裡走下來之後 熱到爆炸 我們馬上找了一間吃冰的店 然後還有一些蛋糕 不過我想冰真的是我們這次主打 上面有不同的口味 它是普通加上的冰 上面有一坨奶蓋 我就選了紅茶 其實有點像奶蓋茶的味道 都挺好的 不錯的 我們另一杯就選了一杯 很消暑解渴的飲料 立即整個人變回正常溫度 不過我看到附近 譬如鰻魚店 或者是這些甜品店 其實都很早關門 好像現在四點二度 它們就已經關門了 那一間我們就來到成田站附近的咖啡 這間我記得早上也有經過過 那時候已經覺得是很有古早味 進來真的整個格局是停留在超和時期 不過是一些小店的形式 不要預期到裝修會很精緻很漂亮 我看到它有一個以前的DVD 然後有些劇色機 很有趣 它還放了這些擺設在這裡 那同時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坐下之後發現 桌子上每一個位置都有一把扇 然後我看到這個冷氣 它正在開著 扇是有動的 不過呢 是一點都沒有冷氣的 我覺得這裡是極焗的 就是我們在這裡焗桑拿 然後真的要潑涼 太熱了 還暑的狀態 這裡裡面呢 比外面還熱 我們就叫了Buddy 還有兩杯冷咖啡 那這個是一間咖啡 就是都是喝咖啡 喝紅茶 有些甜品吃 就不要預期是吃得很飽 是吃餡茶 就是大家坐一坐 揭一揭 然後它的布丁來了之後呢 令我覺得我們沒有選錯這間店 原來我們覺得 哇這麼熱 坐下來也想走 但是呢 吃完第一口之後就覺得 哇 這個布丁是真的很特別 其實它的蛋比例是很高 是很黃色的 而且吃進口是很濃郁的蛋味 那個蛋味呢 是殘餘了在舌頭 起碼一分鐘 而且呢 你會看到它的質地 是不是滑的 是比較結實一點的 上面有些焦糖 所以不算是很苦的 還有一個很甜的布丁 我覺得是好吃的 那咖啡我就覺得是正常發揮 都是一些心控盤 比較脆甜的咖啡 都是我喜歡的味道 不過我建議大家冬天才來吃 因為現在這裡就是越吃越熱 時間來到5點多 想不到我們在這裡逛逛逛 都逛了5個多小時 就是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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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